而在瑞穗乡的穗乡部落文建站 则是配合社区发展协会毒品防治宣导 特别和站内的长辈合作 共同彩绘社区围墙 毒品防治标语搭配了山水及原民图腾 而部落的长辈是一笔一画认真的涂色彩绘 相当开心 也希望自己所彩绘的作品 能够成为今年部落以理性 樊乡族人参加祭典的打卡拍照热点 部落白色矮墙前 老人长辈人手一支彩笔 按照山水图案或图腾 小心仔细地一一上色 多数都是第一次彩绘的高龄长者 都感到很新奇 没有我是想说我那么多岁了 还有这个机会来画这个 阿妈画得怎么样 很好 你画得比较好还是阿妈画得比较好 阿妈 阿妈 部落文建站老人长辈 头一次彩绘每画社区环境 个个都迫不及待 原定十点开始的活动 老人长辈们硬是提前了半个小时 而且一画就画上瘾 一刻都不想喝水休息一下 居服员还得三寝四寝的才罢修 相当可爱 蓝色的 自由吧 这样画的话 好像感觉上会很那个啦 很漂亮 日志向瑞祥部落文建站老人长辈 从站内走入社区 共同彩绘社区围墙 部落头目到场陪伴 漫步欣赏 也肯定每一个人的彩绘创作 也相当期待部落一离信实 山水图腾彩绘墙 完美地呈现在族人面前 当然刚画还是不好看 完成之后就当然 那个时候就有特征 这个就有真正的味道 日志向村社区发展协会 推动毒品防治宣导 也特别结合文建站 彩绘美化社区老旧的围墙 色彩鲜利的山水与原民图腾 搭配毒品防治标语 希望增添村子部落的新景观 利用做成无毒家园的概念 也可以让部落的小孩子回来 就看到我们会有一个防毒的logo 然后他们就说 我们是要这个新兴毒品很危险 然后他们就可以看说 我们就可以在外面的时候 对于毒品我们要说不 然后就是当我们这里有老人家来这边画 部落聚会所前方这一面 长约30公尺左右的社区住家围墙 文件站老人长辈今天起开始彩绘 希望能在部落一离信之前完成 届时打造成为返乡参加祭典的部落族人或游客 一个拍照打卡的地方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